不要正常保養 不要缺少的機油缺少的水 時間到正式皮帶換你換行動車 其實沒什麼重大問題 大家好 我是台南新名 S1輪車站汽車的阿虎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一台 2009年12月出廠的三名Coplus 1.6 先帶大家看一下外觀 這一台是我目前代步車的一台車 它的空間我覺得 以小車來說算蠻夠大的 也造就了它的頭部空間 還有後座的乘坐空間 以及我們最後末端 如果要放一些東西的收納空間 都還蠻寬廣的 把它引擎室 其實Coplus 它的引擎 電速箱的配置 都跟我們熟悉的Coplus 1.6 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在事後 如果你要做維修保養 零電池的等等 都是很便利 而且很便宜 這種車真的很省 這種車是沒有事故 沒有重大事故 沒有太適合 因為它是09年12月出廠 所以它的車型是2011年 我們進入內裝 會有一點點我的小東西 容部的注意 因為它外型的關係 所以它的頭部的空間 比較沒有壓迫感 我覺得我開這種車 是還蠻 還可以的 壓迫感不會很重 我比較喜歡的是 它的視角 它左右有一個三角窗口 其實在開小車 最怕的就是 你會覺得它的視線很小 壓迫感很重 可是你看Coverhouse 有一種你在開SUV的錯覺 就是它前檔面積很大 這台車現在開的 程度是18萬8千多公里 我自己在我手上 我大概開了快兩千公里 那也沒有遇過什麼 重大問題 回來我是有遇到那個 煞車 昏棒咬死 然後我自己 請保養傘把它換掉 所以兩邊都有安全機能 然後方向板 大燈的高低調整 很近 影響 前後霧燈 後視鏡的上下左右 海檔的部分 六速CVT 進入到後座 它前檔真的蠻大便的 整個駕駛的視野 就可以比較清楚 中間這邊有個小小的出手 背架 是背架 椅子 它是六四分離的傾倒 傾倒後面的話 就是很大的收納空間 OPUS的後座的收納空間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蠻大的 後座如果整個倒路 後半部的平整度 前半部的平整度都非常的不錯 如果說你需要 然後摘一些東西 或者是你是要擺攤 或者有什麼 這種車我是覺得很方便很實惠 而且又省油 我們這一台0900的COPUS 目前的售價是15萬8千 含今年的稅金 十幾萬的小車 我們COPUS真的是划算 因為COPUS還可以做啟動工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台南新聞車站汽車找我上車 謝謝各位 實在就是SUM